那个啊 哎我签 你要下午没事 晚上咱们喝口啊 你把你那个 那个这这这乐队的 这个这哥几个都约上呗 我就不单给他们打电话了 好吗 OKOKOK 应该没问题 从相声界到娱乐圈 再到摇滚圈 就没有签大爷不认识的人脉关系 一个电话就能叫出黑豹乐队 签大爷这摇滚协会的副会长 是真没白当 谁能想到穿上大瓜 气质儒雅的签大爷 不仅能在相声舞台上说血都差 还能穿着皮衣 在摇滚舞台上大杀死磅 国人啊 德运社的爵门 个个都身怀多项技能 除了会在台上说相声外 下了台的他们也是啥才艺都会 可也重视他们的多面性 才能在相声舞台上 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毕竟我们的签大爷 言起息来 那也是妥妥的实力派 不 伤害过后 却能同时出现出现 却能同时出现在签大爷的身上 难以难怪在金莲花最佳男主角的颁奖仪式上 签大爷身穿大褂上台领奖 恭喜恭喜鱼千 恭喜鱼千 太棒了 相声是他的根 演员是他的直干 所以在领奖的时候 签大爷穿着自己最骄傲的衣服 上台领自己最骄傲的奖杯 当然了 不只是在影视圈 有自己的一血之地 在商业圈 签大爷也算是踏进去了半只脚 要想日子过得好 得把老婆当领导 您把这告诉郭德纲 德云社一定更吃香 今天给大家拜个年 祝各位一帆风顺 永向前 好 除了在德云社舞台上说相声外 签大爷怕是也没想到 有一天能在盗农会的舞台上 陪着联想创始人柳神志说相声 而且台下坐日的观众 都是各个领域的侨储 看来签大爷这实力可不只是有个马场 不过既然是说到签大爷的马场了 那怎么能少了 他和吴京等人组的师兄弟呢 从相声到影帝到博物馆馆主 师兄弟的职业涵盖之广 因为爱马聚在一起 当然了 签大爷在养马这方面 也是有点实力在身上 要不然又怎么会为国争光呢 吴京也是满族人 他们家是整白旗的 是吗 我姥姥也是满族人 在旗 那是香黄旗的 那规矩太大了 原来签大爷不只是自己厉害 他的家世更是了不得 可即便家庭条件好 签大爷也依旧靠自己打拼 活出自由的模样 因为爱相声 所以在相声行业和搭档 一起走到顶峰 因为爱马就专门开了一家动物园 因为热爱表演 就拿了最佳男主角 签大爷这走的每一步龙 都能开出属于他自己的花 那也难怪作为搭档的郭老师 能在节目上说出这样的话来 从极其无名的相声演员 到如今并肩站在高丑的搭档 老连朋友用自己的实力 给相声界添上了奴墨重彩的一笔 有这样好的师父大爷在前做榜样 相信德云社的各位角门 一定会有样学样的做得更好 在相声这条道路上 走出属于自己的花路 而德云社这三个字 也会在相声150年的历史中 有着独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您觉得相声皇后签大爷的实力怎么样呢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 感谢观看